约翰一书第三章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是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为曾认识他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向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 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 凡处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 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 也未曾认识他 小子们啊 不要被人诱惑 行义的才是义人 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犯罪的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 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不可像该隐 他是属那恶者 杀了他的兄弟 为什么杀了他呢 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弟兄们 世人若恨你们 不要以为稀奇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没有爱心的 仍住在死中 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 你们晓得 凡杀人的 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弟兄穷乏 却塞住连续的心 爱神的心 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小子们啊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 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 神比我们的心大 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从他得着 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行他所喜悦的事 神的命令 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 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 神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